往生极乐的人为何不立即回来 死而复生再次现身为子女 从而从根本上解除 现实父母的无尽悲痛 这就是看缘分 可不可以做这实现是可以的 完全可能 因为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阿维悦之菩萨 他有这种能力 在十方世界化身 那为什么他不实现呢 因为众生啊 善根福德不够 就不能硬来 如果硬要来实现的话 这可能让众生会起更大的烦恼 造更大的业 比如说 他要是不相信 他可能会毁谤 这是他善根福德不够 会是这样 如果善根福德够了 他就会来做实现 这可以 还有一种呢 纯粹用神通来实现 那跟魔的神通啊 就会混淆在一起 魔也会用神通 他也来变 引诱你 因为你喜欢搞这神通感应 所以他就得其变了 那他不来这个视线了 你也就没有什么判断 你不会找我 所以这里头的因缘 很深 我们呢 不能用潜质 去揣测 佛菩萨的视线呢 总有他的大势因缘 这个因缘就是令众生啊 觉悟 所谓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如果不能这样做的 不能让众生误入佛之之见 那宁可不实现